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三维的钢体运动学 那我们要在针对绕着固定轴旋转的部分 再进行更深入的介绍 上次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个钢体 它在一个指点 它可以绕着我们的固定旋转轴 进行多个微小的角度的旋转 那这些微小的旋转 它可以利用一些向量的运算结合 取得一个等效的角度旋转 那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些角度 微小的角度旋转进行角速度的分析 以及后续在运动学上一些速度加速度的分析的介绍 那我们先根据我们的图中 我们来看 这个钢体在这一瞬间 它在W1Omega1的这个轴上 有一个微小的旋转 D Theta1 那这个微小的旋转 对时间的导数 就会得到我们的这个角速度 也就是Omega 所以等于说 这个钢体呢 它在绕着Omega1这个图示中的这个轴呢 在这一瞬间 有着Omega1的角速度在旋转 那同理呢 在Omega2的这个轴上 也有着Omega2的角速度在旋转 那根据我们向量的结合 我们知道其实这两个角速度的向量呢 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所以根据我们向量相加的原理 我们D Theta x R是可以结合 那我们的Omega也可以 根据这个线性关系呢 也可以把它们相加在一起 因此 我们最后的合成的角速度 Omega 这个总体的角速度Omega呢 就会是Omega1加Omega2 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它其实就是Omega1这一个向量 跟Omega2这个向量的结合 那其实在空间的运算上 只要你熟悉了向量的运算 其实呢就相当的方便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 一个钢体在绕着多个固定轴旋转的时候 如何整合成一个等效的单一固定轴旋转 这样的角速度运算 那有了这样的观念以后 我们知道在每一瞬间呢 一个钢体它如果绕着单一的 这个合成的固定旋转旋转时 这个固定轴呢 势必就是这个钢体它的顺时旋转轴 在这个轴上呢 的任何点 它都是没有速度的 它都在原地 在这个旋转轴上保持不动 而是跟这个旋转轴有一个距离的指点 比方说P 图中的P 它就会绕着这个旋转轴呢 以Omega的角速度在旋转 那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物理的一些知识呢 我们知道 这个角速度Omega 如果它对着时间也有在变化的话 也就是所谓的Omega Dot 那我们即可算出 这个钢体呢 它在这一瞬间 它的角加速度Alpha 那我们的Alpha呢 并不一定需要跟我们的固定旋转轴呢 是同方向的 而且它是 它的计算呢 就必须要根据这一瞬间 这个Omega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率来求得 也就是进行一个微分的计算 那这个图中呢 就有一个示意告诉各位 我们的角速度Omega呢 也就是躺在我们的顺时旋转轴上 那我们的角加速度的方向呢 可以是一个不同的方向 那我们利用下面的这个图呢 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去表达一个现象 这个图中呢 它在正中心的部分有一个顺时旋转轴 那这个旋转轴呢 这个顶部的部分有一个脚加速度的一个旋转轴 这个轴跟我们的顺时旋转轴是不同方向的 那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钢体上的任何一个点 它会绕着我们的顺时旋转轴进行旋转 那如果我们将这个旋转的轨迹 在空间中把它的轨迹结合在一起 等于说好像是在空间中做图一样 那其实呢我们会发现 这些轨迹呢 它会绘制出一些圆锥状的这个形体 那轴上的某一个轨迹产生的固定的圆锥形体 我们叫做空间圆锥 而反过来 由旋转物体观察轴变化的这个旋转轴轨迹呢 叫做物体型圆锥 叫做body cone 那在图中有两个不同颜色的圆锥 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这两个圆锥呢 会相切在我们的顺时旋转轴 那各位同学可能在这时候会觉得相当抽象 不是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想要利用直接一个实力 让各位了解事实上是真的有这样的两个圆锥呢 相切在我们的顺时旋转轴上 那我们就紧接着我们就会来用我们的实力来说明 那等等各位同学在看实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 这两个所谓的物体圆锥跟空间圆锥呢 它在运动的过程中永远是保持着相切 然后呢进行相互滚动没有滑动的一个现象 好那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实力 现在呢有一个圆盘 倘若它是跟地面有着接触 然后接触点P点 那这个圆盘呢 它在绕着一个Y轴旋转 而在这个旋转轴上有一个中心点叫O点 所以其实这个圆盘呢 它跟我们的地面呢 其实就是有保持一个角度 因为它的几何的关系 所以呢它的这个旋转轴 跟我们的地面就保持着有一个O点的交点 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圆盘 它本身有一个OmegaS的一个字体的 旋转加速度 旋转的角速度OmegaS 那本身呢它又绕着我们的这个Z轴 也在进行旋转 所以有一个第二个旋转轴叫OmegaP OmegaP 那这个钢体呢 本身同时就是绕着两个轴 一个是Y轴 另外一个Z轴进行OmegaS 还有OmegaP 两个角速度的旋转 那根据我们过去所介绍的这个知识 这个尤拉定理我们知道 这个钢体本身它的整合的角速度就是Omega 可以是直接将OmegaS 还有OmegaP相加 它就是一个整合的这个旋转的角速度 而它也是绕着我们图中所绘制的这个旋转轴 在进行旋转 那因为它会绕着我们的地表的这个O点 这进行一个好像一个绕着地球转的一个感觉的这个旋转 那因此呢 这个总体的Omega它随着时间呢 有着Alpha的这个角加速度 让这个Omega它在随着时间呢 会一直改变它的方向 那如果我们注意的看这个钢体上的某一个点呢 我们会发现呢 它的确是绕着一个黄色的物体圆锥在旋转 而我们的地面呢 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大 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空间圆锥 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物体圆锥以及空间圆锥呢 在这个钢体旋转的过程中 这两个圆锥永远是相切的 而且永远是相切在我们的顺时旋转轴上 那从这边呢 就验证了我们刚刚所说明的 一个钢体绕着固定轴旋转的三维运动 总是会有个顺时旋转轴 以及有一个空间圆锥 还有物体圆锥 它们是相切在一起的 那有了这样的观念呢 我们就有助于我们去进行一些这个几何上的分析 那这边有一个特性就是 当然我们的物体呢 在这个相切的这个旋转轴上 它的速度呢 当然就保持为0 保持为0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几何的关系 了解这些向量之间的关系 那它相当于有助于我们后面一些向量的运算 好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速度 根据我们过去的知识 我们知道 速度的向量就是Omega向量YgR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也很容易的可以知道 这个钢体中的任何一个指点 它的这个顺时的这个速度是多少 那这个R呢 就是这个固定点到P点的这个位置向量 那另外呢 加速度呢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些过去的知识呢 透过Alpha cross R 加上Omega cross 括号Omega cross R 也可以计算出它的加速度 所以透过这样的计算 我们都可以知道一个钢体 在绕着固定轴旋转 三维的角速度 角加速度 速度 还有加速度之间的 相关的一些 这个韩式关系 那这些关系呢 就非常有助于我们进行一些 这个速度分析等等 以上就是我们介绍 钢体绕着固定轴旋转部分的这个三维运动学介绍 这个部分呢 在空间几何上变得比过去还要复杂 同学们呢 要多加的练习 才能掌握这个章节的这个内容 以上就是我们的介绍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